华为新的第三总部基地就是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啊 未来呢这里将会成为大湾区的新能源超级大厂 98年华为入住板田 十年后板田街道的GDP在深圳排名第二 仅次于越海街道 华为的千五辐射区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带动整个地段 那它在关栏这片地也将会助力整个片区的建设与发展 我有个朋友啊 是非常看好华为这块地的发展潜力啊 我最近呢就在这周边找到了一个直线距离两公里的房子 在长湖地铁站旁边 那周围的商业学校都有 万科启程走起 今天要带你们看一套面积大概是102平的三房 来先展示一下 好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户型啊 进门的左手边呢就是一个独立的L型的厨房 好加完搬回来呢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香吞吞的宵夜 厨房出来呢就是客餐厅 连接着一个约6.1米的观景阳台 阳台连接次卧 对面就是干湿分离的客位 哇这个洗手间真的太有特色了 淋浴家政洗手厕所 他把这个四个空间统一的利用起来了 非常的有效率 那往里走呢就是一个带有飘窗和洗手间的主卧套房 这边门对门的呢就是一个儿童房了 所以你辅导孩子的作业会非常的方便 也许高科技的学霸就会在这里诞生了 实体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啊 一直都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的一个支柱型的产业 而华为呢 妥妥的就是代表了国家的这种尸体制造业 未来也是科技新国的一个最大的发展方向 那建在这样的企业旁边 教育商业包括交通的配套又是比较完善的 我相信未来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想象的 你们觉得呢